第十七章 明神宗那么暗弱 还懂得要派兵援朝 打败日本清朝部队 今天 新中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 明王朝能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还能做不到 话说1950年9月27日下午 刘少奇带着从越南归国的罗贵波来到菊香书 朱德 周恩来已经先期到了 就坐在毛泽东身边 刘少奇介绍了罗贵波回国后汇报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 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罗贵波说 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 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 胡志明同志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 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刘少奇查话说 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 现在看来不行了 做长期打算吧 周恩来补充说 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 毛泽东说 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 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 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目前 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准备抗美援朝 派志愿军赴朝参战 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 烫击美国侵略者 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 决定继续援越抗法 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 财经援助 还派去顾问 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 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 都是国际主义 爱国主义 意义同样重大 同样光荣 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 他话锋一转 突然问起罗贵波的爱人及家庭情况 罗贵波说他爱人叫李韩真 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 毛泽东高兴地嗷了一声 说 这么说他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 很好吗 他干过什么工作 罗贵波说他干过机要工作 组织工作 干部工作 毛泽东马上说 好 让他也到越南工作 做你的助手 胡志明同志向我们提议过 让你们的爱人到越南去 合适的我同意带去 刘少奇说 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 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 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 银行工作 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 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 以后还要选其他方面的顾问 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 你是总顾问 又是政治顾问团团团长 毛泽东说 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 而越南也不是中国 你不能照搬中国的一套 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 在人家面前要老实 诚恳 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 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9月27日这一天 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 起草给高岗和邓华的电报 他写道 高岗 邓华同志 自将9月20日经泥质量转至朝鲜同志一店转发给你们 越后即销毁 朝鲜同志以同意此项建议 周恩来9月27日上述电文所说 9月20日经泥质量转至朝鲜同志一店 也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的 电报全文是 这样写是9月18日电西 请创告吉日成同志 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 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 估计敌人在人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 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 切断朝鲜南北交通 并向三八线禁逼 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防有可能 因此 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 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 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 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 相持不下 消耗必多 而敌人如果占领汉城 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 因此 人民军主力肆宜集结机动 寻敌弱点 分割歼灭敌人 在作战上 必须集中兵力 每一次作战 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前置多数敌人 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 及火力两倍以上的绝对优势 维坚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 例如一个团 作战最继平分兵力 最继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 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 一个团一个营也好 积少成多 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 而利于长期作战 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 一时难于突入分割 则以考虑先以里程完伪军为对象 集中主力 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 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 半年后即可进歼伪军 减去美的爪牙 使美的陷于孤立 然后各个歼灭之 在持久战的原则下 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 一切人力 物力 财力的动员和使用 必须处处长期打算 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 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 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 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 以上所臣 戏战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 供你们参考 是否有当上级考虑贱负 9月28日 美军占领汉城 切断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 落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 人民军腹背受敌 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此前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经总统杜鲁门批准 曾在9月27日 电视麦克阿瑟说 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 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 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 你可越过三八线 消灭朝鲜军队 9月28日这一天 周世昭和张淼洪一起 在长沙登车北上 9月29日清晨 列车到达许昌 张淼洪下车去看望爱人珠光 周世昭就在许昌逛了几个小时 口音五律 过许昌一手 也识闻曹操 秋风过许昌 荒城林旷野 断节卧斜阳 满是烟香意 连其斗业掌 人民新世纪 谁实业中亡 后来周世昭到京后 将此诗赠给毛泽东 又把毛泽东读过的 伦理学原理原件 交还给毛泽东 原来 这一本伦理学原理原件 是由毛泽东的同学 杨韶华保存下来的 杨韶华在1950年9月15日 得知周世昭将去北京 就托周世昭 将毛泽东读过的 伦理学原理原件 奉还给毛泽东 杨韶华并在书后附计 此书系若干年前 毛主席润之兄 在小屋门外清水堂 住所接约者 伺候各自东西 不复谋面 珍藏至今 深恐获失 自称极敦元学兄北上之便 托其奉还故主 极尽当时思想之一般 一人生去世也 毛泽东复得这本书 高兴地翻看了 自己写在书中的评语 他说 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 有什么意见和感想 就随时写在书上 现在看来 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 这本书的道理 也不那么正确 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 而是心物二元论 知音大使 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 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 就觉得很新颖 很有道理 越读越觉得有趣味 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 分析所接触的问题 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谈话中 周世昭向毛泽东提出 想参加共产党 毛泽东也婉言劝他 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 他说 现在全国解放不久 共产党对知识分子 和在农村发展党员 采取慎重的态度 吸收党员比较少 你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 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 你参加民盟好了 他还说 民主党派的工作 也是党的工作 做好了民主党派的工作 也就算是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 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 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事 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所以我说 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 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再说 9月29日夜 毛泽东收到了周恩来 关于朝鲜战场的报告 报告中说 美帝国主义已公开表示 将进军三八线以北 从尼智俩27日电看来 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 四次情况甚为严重 敌人有直屈平壤可能 9月30日 斯大林致电毛泽东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一周年 是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副电中 除了表示感谢之外 还提到了尤金在中国的工作问题 他写道 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 但是 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 现在还没有完成 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并且 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 南京 上海 杭州 长沙 汉口 西安 延安 沈阳 哈尔滨等地参观 并向我们的干部 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 讲演等 以上两项工作 共需四个多月时间 因此 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 在中国的工作时间 延长至1951年1月底 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 请于復殿为判 9月30日中午 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 举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招待会 有意思的是 这次发出的请柬上 特别著名 每位受邀嘉宾 可以携带一个孩子出席 中央文史 研究馆馆长张世昭 便带上爱女 只有14岁的张寒之 来到了怀仁堂 怀仁堂里金碧辉煌 宾客机器 身着盛装的人们 脸上无不洋溢着 节日的喜悦 张世昭穿一件藏青色中式夹衣 张寒之穿着新作的蓝色海空戎背带裙 头上扎着一朵红格子花蝴蝶结 张世昭一进大厅 看到几位熟识的老人 就互相问候聊起来 毛泽东满面春风 微笑着走进大厅 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一边走 一边不断地向来宾致议 问候 他走进张世昭妇女俩 拱手向张世昭问候道 请老进来可好 张世昭拱手说道 托主席的福 还好 两个老朋友紧紧握手 张世昭指着张寒之说 这是我的女儿 带来见见毛主席 张寒之只是一个劲地笑 眨巴着大眼睛 天真的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用大手轻轻地 拍拍张寒之的头 微笑着说 好吗 好吗 有多大了 张寒之不说话 张世昭说 他今年十四岁了 毛泽东和蔼地对张寒之说 你父亲是大学问家 你要好好向他学历 张寒之笑笑 点点头 仍然没有说话 毛泽东又去向其他宾客问候 过了一会儿 毛泽东带着江青又来了 他将江青介绍给张世昭 江青和张世昭都很客气地打招呼 这是张世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毛泽东看看张寒之 微笑着说 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 没意思吧 张寒之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我提议 你们都到外面去耍 吃饭再回来 张寒之听毛泽东这样说 可高兴坏了 立即就要往外跑 江青一边笑着拉住张寒之 一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 朝大门外走去 大门口有十几个 跟张寒之大小的孩子 也高兴地跟在江青后面 在中南海里玩起来 庆祝大会开始了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 在会上发表讲话 他说 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 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但是为了保卫和平 从不也永不害怕 反抗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 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 对自己的邻人四行侵略 而置之不理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 后来刊登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一个严正警告 十日晚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使馆地下室举行国庆招待会 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 1950年10月1日 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首都各界40余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 有亚子等民主党派人士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首届国庆节 上午11点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博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 在国歌声中 李炮齐名28响 阅兵式开始 授阅部队以空军和海军学校的学生为前导 以此为步兵炮兵战车摩托化部队和骑兵 当步兵行进时 空军飞机在会场上空由东向西飞行授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用鹦鹉雄姿向全世界展示了 共和国子弟兵不畏强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亲自授予张志中陶志越一级解放勋章 表彰他们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和稳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毛泽东参加完国庆活动回到办公室 见到了著名画家齐白石送来的两样贺礼 一是他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实验 二是他分别提款多年珍藏的两幅书画精品 其中一件是1937年写的传书对联 海维龙世界云士鹤故乡 另一件是他画的雄鹰图 画中巨鹰雄利固派生姿 颇有叱咤风云的气魄 此后毛泽东也以礼回泄齐白石 10月1日这一天 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根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 下达了联合国军第二号作战命令 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带命的联合国军部队 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迈克阿瑟还向金日成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求金日成放下武器 停止战斗 无条件投降 是深夜 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尼智亮 和政务参赞兼五官柴承文 他说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鸦绿江边的十三兵团 迅速过江 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反击敌人 尼智亮不敢怠慢 立即向国内报告 并将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的球员电报 发往国内 周恩来在接到尼智亮报告的同时 还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电报 他急匆匆地来见毛泽东 递上几分电报 说主席 这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发来的加急电报 还有斯大林同志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看把尼智亮的报告 又看金日成的电报 只见上面写着毛泽东同志 自九月中旬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 我方遭受到极大损失 局势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敌人利用约千架各种作战飞机 部分昼夜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 使我们的兵力和物资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目前 敌人的主要登陆部队 已与其南线部队连接为一体 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和物资供应 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 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 因此 我们不得不请求您 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 在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直接出动 赴朝参战 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 请予以指教 金日成朴县永斯大连的电报 则是在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后 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 以便让朝鲜人民军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毛泽东独霸电报 对周恩来说 恩来啊 你还记得左传上公之旗对于公小以利害的那段话吗 虽然 假无道以法国 国无于旧必亡 国王于不独存 周恩来说 是啊 主席纯王则齿寒 户破则堂威 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 毛泽东说 明神宗那么暗弱 还懂得要太平原朝 打败日本侵朝部队 今天 新中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 明王朝能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还能做不到 目前的局势 对朝鲜人民军极为不利 我看他们实战速决的时机 已经失去了 可是 我认为局势还没有斯大林估计的那么黑暗 金日成同志 还没有到要组建流亡政府的地步 美国侵略者也不会那么走运 他远舍重阳来干涉别人国家的内政 想把社会主义阵营一举打垮 有那么容易吗 当今的世界 有那么多国家和人民要革命 那么多的民族要解放 这是一个历史潮流 他美国怎么能挡得住 手伸的太长 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那来啊 我们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你看如何 周恩来说 主席 我完全赞成 10月2日凌晨 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 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邓华同志 一 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经开会 二 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 随时带命出动 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三 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军委10月2日20日 他还在周恩来给尼智亮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 邓尼智亮转告金日成 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陆北撤外 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 切勿恐慌动摇 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而后他又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给斯大林的复电稿 准备在下午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出兵以后 立即发给斯大林 他在电报稿上首先写道 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就告诉他 要严重的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 7月中旬 7月下旬和9月上旬 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 要他们注意 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 人民军应当做充分准备 适时的向北面撤退 保存主力 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接下来 毛泽东就中国出兵入朝作战的计划问题写道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 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里程晚的军队作战 援助朝鲜同志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 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 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 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 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 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 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 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 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 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 有效的解决朝鲜问题 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 主要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 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 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 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已战胜美军的结果 而在事实上结束了 在形势上可能还未结束 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 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 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 时间不会很长了 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 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 两军相持成为僵局 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 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 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 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 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 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 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 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 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 并将我军装备起来 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 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 美国一个军 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 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 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 1500门 而我军的一个军 三个师 只有这样的炮36门 敌有制空权 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 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 可以用于作战 因此 我军目前尚无疑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 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 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 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 集中他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 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 即用我们的四个军 对付敌人的一个军 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 即用2200门 至3000门7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 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 而有把握的干净的彻底的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 除上述12个师外 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 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 位于龙海 金浦 北宁诸县 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 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 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10月2日午后 高岗匆匆飞敌北京 下午30左右 毛泽东召集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林彪 高岗及戴总长聂荣臻等人 在菊香书屋的东香坊召开会议 毛泽东拿出一份电报递给高岗 说这是今日成来的集电 我们都看了 给你看看 毛泽东对大家说 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 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 而是马上就要出兵 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 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 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 一是出兵时间 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放下电报 问道挂帅人选 不是已经决定为林总了吗 林彪满脸眷容 他以缓慢低沉的声音说 我们打了几十年仗 十年内战 八年抗战 四年解放战争 人心思合 现在再去出兵打仗 不得人心啊 国内困难也很多 经济是一个烂摊子 军队没有改装 还有十几万土匪在活动 对国民党作战 我们有把握 美国高度现代化 加上原子弹 能否取胜 我没有把握 请中央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聂荣真也说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神情有些烦躁 他知道高岗刚刚赶来 对许多事情还不清楚 就解释说 挂帅人选 原来考虑派夙毅同志 但夙毅确实有病 正在青岛休养 前些日子 他托罗瑞卿 给我带来的信中 谈到病情仍很重 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 后来 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 大批进入南朝鲜 飞机 大炮 坦克大量增加 形势越来越严重 我们认为 出兵援朝 已不是几个军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可能各个野战军 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 根据这一变化 常委几个同志 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 谁知林彪同志认为 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 各方面都未就绪 他强调 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 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 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 1500门 而我们一个军 只有36门 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 而我们海 空军 才刚刚开始组建 我军入朝作战 既无空军掩护 又无海军支援 他认为在敌我装备 极为悬殊的情况下 如若贸然出兵 必然是引火烧身 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 接着说 前些日子 我找林彪同志谈了一次话 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 不出兵 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 对美帝国主义 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可是 林彪同志表示说 他每晚失眠 身体虚弱多病 怕风 怕光 怕生硬 哎呀呀 他有这三怕 怎么率兵打仗呢 出兵援朝 已是万分火急 既然林彪说 他有病不能去 我的意见还是 彭老总最合适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 朱德就说 对 还是老彭靠得住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 接着说 美国企图在三个战场 同中国作战 即朝鲜 越南 台湾 同美帝国主义较量 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 是在什么地点 毛泽东高瞻原主 他认为 我们现在出兵抗击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是利用美帝国主义 侵略朝鲜的时机 选择了一个 有最有力的地形 最便利的交通 最便利的物资 及人力支援 最便利的政治动员 和最便利于 取得苏联间接帮助的战场 朝鲜 他认真分析了 此时的政治形势 他说 美帝国主义 虽然是资本主义 世界头号强国 但它所进行的是 侵略的非正义战争 师到寡注 在军事上 他妄图称霸世界 在全球建立了 几百个军事基地 战线由西欧到东亚 故此失彼 而英法等国 已不是强国 在此形势下 美国资源的优势 就不能不受到 限制和抵消 而原子武器 已非美国独有 1949年8月29日 苏联释爆了 第一颗原子弹 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笔者柱 且不能决定胜负 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 爆发世界战争 则其失败将更加彻底 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 尚未完成 而和平民主阵营势力 则大于美英势力 中国抗美援朝 是正义之举 必然是得到多助 中国经济虽然很落后 但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人民的权力支援 有经过多年战争 锻炼的人民军队 出国作战背靠祖国 有深远的后方 支持的其长期战争 只要我们坚决勇敢 善于团结当地人民 善于和侵略者作战 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主张 抓住时机 出兵作战 使我国在战略上 处于政治上有理 军事上有利的主动地位 最后 毛泽东提议 将今天会议的情况 以他的名义 则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 罗申 转告给斯大林 他还对周恩来说 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 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 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 四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周恩来说 好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我现在就通知杨尚坤同志 请他就此做出安排 由于会议上多数人不主张出兵 毛泽东 此前起草地 给斯大林的回殿 就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而以他的名义 交给苏联驻华大使 罗申的另一封回殿 是这样写的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西 我们原先曾打算 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 派几个师的志愿军 到北朝鲜 帮助朝鲜同志 然而 经过慎重考虑 我们现在认为 采取这样的行动 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 派几个师的兵力 很难解决朝鲜问题 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 与美国军队作战 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 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 最大的可能是 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 其结果 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 这样一来 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 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 我们不派军队援助 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 朝鲜同志来说 是十分不利的 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 但是 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 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 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 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 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 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一致 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 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 暂不出兵 同时积极准备力量 这样坐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 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 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 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 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 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 如果您同意 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 飞往您的疗养地 同您讨论这件事 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10月3日凌晨1点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被从睡梦中叫醒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紧急约见他 要他通过尼赫鲁总理向美国当局传话 美国军队正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 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 我们不能坐视不顾 我们要管 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和平解决 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 侵略军队必须撤退 否则中国很快将介入朝鲜半岛事务 其料尼赫鲁将此话转告杜鲁门之后 布鲁门竟然不屑一顾地说 潘尼加充其量 不过是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 周恩来的声明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10月3日晚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淮人堂 举行国庆歌舞晚会 毛泽东出席了晚会 白京参加国庆盛典的代表们 向毛泽东献旗 献礼 表示敬意 亚子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前排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的盛况 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致盛 我来和 有亚子文言 略加思索 当即填了一首《换西纱》 此前有序云 10月3日之夕 与怀仁唐关西南各民族文工团 新疆文工团 吉林省延辩文工团 内蒙古文工团 联合演出歌舞晚会 毛主席命填是阙 用既大团结之盛况云耳 《换西纱》火树银花不叶天 弟兄姊妹舞偏仙 歌声唱彻月儿园 不是一人能领导 纳容百足共平田 良宵盛会喜空前 次日 毛泽东 国真和柳亚子一词 且用毛笔 在宣纸上手输了全文 其内容是 《换西纱》 和柳亚子先生 1950年国庆关聚 柳亚子先生 及媳妇换西纱 因不其运奉合 长夜南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偏仙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击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余田 世人兴讳更无钱 10月4日上午 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 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 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 令他立即上飞机到北京开会 一分钟也不准停留 下午3时 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碧石 林博曲 董碧武 林彪 陈云 彭真 张文天 高岗 罗荣环 聂荣珍 邓小平 饶树石 薄一波 邓子辉 李富春 杨尚坤 胡乔木 下午4点05分 彭德怀乘飞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怀 前来机场迎接 李树怀说 彭总 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你安排好的住宿 毛主席交代说 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 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 彭德怀高声说 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 我不需要休息 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 汽车通过西四排楼进入中南海西门 停在了丰泽园门前 彭德怀下车后 随李树怀走向一年堂 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 说彭总 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 来不及等你 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 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 可是天气不好 只好推迟到今天 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 吃过午饭了吗 吃过了 彭德怀一边回答 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起身握着彭德怀的手说 你来得正好啊 恐怕催你催极了点 可是也没有办法 这是美帝国主义 不让我们休息吗 彭德怀笑笑说 让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立即进京 你的命令一下 我家里就是着了火 也得赶来啊 待彭德怀做定后 毛泽东又说 老彭啊 现在我们的邻居朝鲜家里着火了 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 我们的总理早就警告过美国侵略者 说你不要过三八线 你要过了这条线 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可是人家硬是不相信 硬是过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究竟是出兵参战 还是听之认之 请你彭老总也准备发个言 说吧 他看了看高岗 说高岗同志 你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 站得高 看得远呀 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我还是那个意思 要慎重 高岗说 我们国家已经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现在刚刚统一 元气还没有恢复 再打 怕是经济上负担不起 现在是政权到手 百费代星 打仗又不是用拳头 是件很费钱的事 还是林彪同志那个意见 我认为应该认真考虑 我军装备落后 大都是缴获的日本人的三八大概 七个军的炮火才顶美军一个军 坦克更别提了 一旦过江后顶不住 让美军杀过鸭路将来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 免得引火烧身 周恩来说 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御 我们鸭路将一千多里防线 需要多少部队 年复一年都准备打 不知他哪一天打进来 东北还怎么搞建设 跟美国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早晚都要打 还不如早打为好 既然美国决定 从台湾朝鲜越南三条战线包抄我们 我们还是选择朝鲜和他们较量为好 一方面朝鲜北方多山地 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 而便与我军打运动战 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 也便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 在朝鲜打 胜利的把握要大一些 依我看 既然早晚都要打 那不如晚点打为好 高岗坚持说 美国战争潜力很大 从他们的南北战争结束到现在 将近一百年了 美国本土没有遭到战争拓坏 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如今 美国的钢产量 每年达到八千多万吨 是我们的一百四十多倍 而且 它手里还拥有原子弹 而我们 大家都知道 百孔仙窗 百废戴星 不如等我们经济发展了 部队的武器装备改善了 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 那时候再打 恐怕更有把握一些 其他一些反对出兵的人 也说出了不少理由 他们说 国内还不稳定 全国解放没有完成 经济建设没有起步 武器装备有待改善 海空军还未建立 彭德怀见与会者的意见完全相左 谁也说服不了谁 自己思想上还没有准备 也就没有发言 毛泽东看彭德怀还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就站起身来 语众心长的说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 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 我们站在旁边看 不论怎样说 心里也难受啊 我们确实有困难 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 我是理解的 但我们是个大国 不打过去 见死不救 总不行呀 同志们 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扭 别说此举关系到三军数十万战士的性命 打得好 那没什么说的 打不好 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 甚至断送国家的前途江山 那我毛泽东对历史 对人民都没法交代 不过 朝鲜亡了国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再说 中朝是邻邦 纯齿相依 我们要是不管 那社会主义阵营 还不是一句空话 这场战争 尽管我们有不少柔弱之处 但我们可以以柔克纲 以己知常机人之短 第一 美国战线太长 他在全球搞军事基地 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 动弹不得 第二 美军作战部队 与后方相距太远 第三 美军进行的是一场不易战争 多行不易必自闭 第四 美军士兵娇娇二气缠身 这些榻榻米部队 过惯了舒服日子 士气必然不高 第五 有同志担心美国的原子弹 但苏联也有原子弹 而且中国国土广大 人口不集中 原子弹作用小 决定战争的因素 是人 而不是一两件武器 接着 他又宣布说 我看美帝国主义要打 但饭也要吃 叫也要睡 现在休会 明天继续讨论 散会后 中央管理科的人 把彭德怀送到北京饭店休息 10月5日上午九时左右 邓小平受毛泽东 委托到北京饭店 约彭德怀同去中南海 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刚一坐下 毛泽东就说 老彭 昨天你没有来得及发言 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 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也不愿多说什么有利条件 就非常干脆地表态说 主席 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泽东见他如此说 便问道 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何事 彭德怀反问道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说 我们的意见 这担子还给你来挑 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 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我就放心了 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 我们要尽快出兵 争取主动 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 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是下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一年堂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继续讨论 彭德怀听了几个人的发言 仍有两种不同意见 他表示 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出兵的意见 他说老虎总是要吃人的 不同美得见个高低 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因此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 打烂了 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完 胜利几年 可是 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 他要发动侵略战争 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 将来的问题更复杂 所以 持打不如早打 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发言 非常高兴 他一拍桌子说 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 这是事实 但我认为 今天老彭的发言 是一针见血 很有说服力 现在是美国人 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 犹豫退缩 担心 害怕都没有用 这些心理和情绪 正是敌人所希望的 说到这里 毛泽东从桌上 拿起一封信 晃了晃 说 你们看 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 认为应该出兵朝鲜 不然后患无穷 民主人士尚且如此 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在敌人近战平壤以前 不管冒多大风险 有多大困难 必须立即出兵朝鲜 既然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来了 我们还能退避三社吗 当然要打 而且要打胜 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 就这样定了 我们的口号是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关于有谁挂帅的问题 既然林彪同志说他有病 那就让他专心养病 我提议 这场战争 由彭德怀同志挂帅 彭德怀没有推诿 接受了指挥志愿军的任务 傍晚时分 在南海盼 有人说彭德怀 看来你还不服老幼 自此以后 林彪退出了权力中心 住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 固守不串门 不做客 不探视病人的三不主义 度过了长达十年的漫长岁月 这是后话 且说10月5日晚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 邀请原湖南医师的 师友王继范 徐特丽 熊锦丁 周世昭吃饭 在座的还有谢绝塞等人 大家谈起往事 周世昭问毛泽东 张甘这个人 主席可还记得 毛泽东连说 记得 记得 周世昭说 年过花甲的张甘 现在还在长沙庙高峰中学教数学 哦 还在吃粉笔辉 毛泽东说 张甘这个人 办事果断 很有魄力 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很会讲话 才30多岁 就当了我们 议师的校长 不简单理 原来我不高兴他 我估计他要向上爬 爬上去很容易 结果他没有向上爬 是的 论知 徐特利说 张甘年轻有为 而且有股韧尽 熊锦丁说 当时我常说 张甘张甘 肯干肯干 他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蛮子精神 张甘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 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 一定爬得上去 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 没有进入仕途 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 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 毛泽东说吧 又转向周世昭 他解放前吃粉笔灰 刚才听你说 他现在还在划粉笔 这是难能可贵的 王岐范说 依我看 当年的曲张宣言 主要是触犯了张甘的自尊心 他的自尊心很强 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 这倒不见得 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 九哥说的有道理 现在看来 当时赶走张甘 没有多大必要 每个学生多交十元学杂费 也不能归罪于他 至于多读半年书 有什么不好呢 周世昭趁机说 张甘年老多病 一家六口人 现在十分困难 全靠他微薄的工资 有时竟无以为吹 他托我向主席提出要求 适当给予照顾 哦 敦元 你怎么不早说呢 毛泽东说 对张甘这样的老教育家 应该照顾 应该照顾 谈话结束后 毛泽东应邀为 湖南第一师范提词 要做人民的先生 先做人民的学生 而后 毛泽东对徐特利说 徐老 你是第一师范的老师 也为第一师范 写几句话吧 10月6日 徐特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在给第一师范 写几句话的韩文中写到 敦元校长足下 主位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提议 有关校风的短语 特例对于师范教育 没有突出见解 而教育政策 已由政协纲领第九章明确规定 但把政策变为现实 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作风 就学校说来 就是校风 实事求是 不自以为是 是我们领袖 毛泽东同志的作风 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自1935年以来 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 这种作风是对学习 对工作 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 对一切人 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 他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 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 是一句极平常极老实的口号 但他的本质 是马克思的辩证为污论 没有他 一切革命 一切建设 一切工作和学习 都会有偏差 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曾经培养了不少的革命人物 同时也有反动的人物 即正风和歪风并存 结果正风中占了上风 新民学会的领袖人物 是今天人民共和国 创造的领导人物 毛泽东 他在学生时代之学习目的是 改造中国 此外无他目的 结果他的学习胜利了 成为一个彻底了解 中国历史任务的中国同 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是 老老实实的作风 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 特立希望第一师范 以毛主席的作风 实事求是 不自以为是 作为校风 特立10月6日这一天 周恩来在中南海军人堂 主持召开 有各地区党政军高级干部 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 根据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 讨论入朝作战方案 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他在讲话中说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 而是敌人逼着我们 非打不可 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 正义的战争 最后一定会胜利 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 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 党中央 毛主席决心已定 因此 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 而是考虑出兵后 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朱德也在会议上讲了话 10月7日 美军再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 向北推进 12个小时以后 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 通过了一个统一朝鲜的决议 与此同时 美国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战机 对中国东北 边境城市 辽宁安东 金丹东 吉林吉安 金吉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 炸毁建筑物 工厂及车辆 炸死 炸伤中国平民 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 美国还派出飞机 袭到山东半岛的青岛 烟台等地 大有将战火引入中国境内之势 10月7日下午 毛泽东到北京饭店 探望周世昭 王继范 在谈到解放战争后期 人民解放军过江前的情况时 他说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老大哥方面也来了意见 斯大林同志也劝阻我们打过长江 认为还是化江为界 南北分治的好 在这个问题上 我没有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如果按他的意见办了 一是对不起中国人民 二是对不起死了的秦始皇 所以 除了1948年12月 我为新华社写了篇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外 还写了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 毛泽东说到洞情处 有板有眼地吟诵起来 中山风雨起仓皇 百万雄狮过大江 虎聚龙潭金盛西 天翻地覆凯而康 宜将盛勇追雄寇 不可孤名学霸王 天若有晴天一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10月上旬的一天 毛爱英来到风泽园菊香书屋 看望父亲 此时的毛爱英 自苏联归国已经五年了 父亲觉得他在基层锻炼还不够 便让他到北京机器总厂 下放挂职锻炼 毛爱英在给好友蔡博 蔡和森之子的信中 是这样写道 我现在任北京机器总厂党的副书记 工作的内容 要比过去机关工作 不知丰富多少倍 缺点是我不懂技术 但我以下决心并开始学习技术 从工具机 动力机 技工理化 工艺数学 机械制图学起 工厂的人数 比起安刚来是少得可怜 但它的前途是无限的 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 我准备在这个工厂 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 随着它进步而进步 发展而发展 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 党的工作经验来 就在几天前 毛爱英回到菊香书屋 看到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 放着一本打开着的 东周列国志 拿起来一看 见父亲在上面 画了线的一段内容是 假无道以法国 国无于就必灭 国王于不独存 他知道 父亲正为出兵朝鲜的事 紧张地做着工作 这一道画线 这个纯王齿寒的道理 深深地触动了他 回到工厂后 他立即通过组织 申请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代总参谋长聂荣珍 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 请示怎么办 毛泽东也想让毛爱英到朝鲜去 再次经受战火的考验 就说 那就让爱英去吧 聂荣珍考虑到 毛爱英是毛泽东 两个儿子中 唯一健康的一个 便婉言相劝 毛泽东说 正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所以就得入朝作战 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去 难道只能让别人家的儿子去吗 毛爱英今天就是为 这是来找爸爸的 按规定 毛泽东那些不在 局乡书屋住的亲人来看望他 都必须先经值班式报告 在毛泽东同意后方可入内 刚刚接班上岗的 李家继见毛爱英来了 就主动地和他打招呼 毛爱英问 我爸睡了吗 我有事找他 李家继让他等一下 拿着当日的报纸 来到毛泽东办公室 见毛泽东正在阅读文件 就把报纸递了过去 说 主席 爱英想看看你 还说有事 毛泽东说 好 让他来吧 毛爱英来到爸爸办公室 说 爸爸 我想入朝参战 你同意吗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问道 你想到朝鲜 和思琦商量过吗 毛爱英和刘思琦 新婚不久 不忍心启齿 况且事情尚未定下来 他见父亲这样问 就含糊地说道 他会支持我的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 说 好啊 既然你自己有要求 思琦又同意 我支持你的行动 你去朝鲜 锻炼一下也好吗 可以在战火中经受考验 这时 江青来到值班室 问李嘉继 主席睡觉了吗 李嘉继就把毛爱英来了 还听见他说 要去朝鲜参战的话 会报了一遍 江青一听 吃了一惊 便静止去了 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一生中的子女虽然不少 但是经过战争 已经所剩无几 现在两个女儿尚未成年 小儿子毛岸青 身体又不好 只有毛爱英发展最全面 最有前途 也最为毛泽东所器重 复朝作战 毕竟是很危险的事 因知聂荣贞劝说在前 现在江青也要来劝说毛泽东了 他说 爱英在工厂里 负有重要责任 离不开 就不要去参战了 毛泽东自然是不为所动 后来 周恩来也劝说过毛泽东 仍然无济于事 只要是毛泽东定了的事 他是不会反悔的 预知后来 毛爱英如何走上朝鲜战场 情况如何 且看下一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 毛泽东下决心 领导一个刚刚从战火中 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 要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 去同世界上 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一决此雄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啊 大时候的中美两国 在国力上的悬殊 今日说来 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1950年 美国钢产量是8772万吨 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 而中国同时期的钢产量 只有60万吨 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100亿美元 除此之外 美国还拥有原子弹 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 并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 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 也不敢因援助朝鲜 而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由此可见 毛泽东要说服中共中央角色层中那些 在出兵问题上意见不一的其他成员 是多么的困难啊 而他竟使之不渝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或许多么的地方 在此之下 也不必是多么的 也不必是多么的